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生在武汉 但是可以说我们是我们是被武汉 就这个城市把我们给扭曲掉 然后我们又拒绝我们 我只能采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的基本的情感的生活是在那建立的 忽然一下子他把你给真空化了 你就无所适从了 唯一的方式就是采用这种儿童的方式去获取吧 获取自己过去啊 或者获取自己对这个城市的那种依恋等等都可以 应该是截取 不是获取 不一样 应该是 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 70年代 包括80年代 85年 这个15年的过程中都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中国的现在的城市变化伴随着他的权力 以及他的财富 他的转换特别快 所以说就 就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巨大的被被抛向真空的感觉 而不是我一个人 因为你还是一样嘛 你的童年以及你的青少年 最美好的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城市给予的 但是你忽然一觉醒来 发现这个城市所有的东西都变了 你不知道你是真实的 还是这个城市是真实的 那是城市的灵魂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虽然那个过程是偷自 但是跟道教你们一样 叫截取 我把城市灵魂的碎片截取到我的我的自我的情感里面 而不是我偷掉他的灵魂 我把这个灵魂的一段截取过来 从了我自己的灵魂的一部分 在我刚才打个 但是不能够完整的一样 但是这种感觉有它的相似性 比方说有一个人去偷女孩的内衣 这个他是要截取 通过这个内衣作为载体 截取这个女孩的那个生命 或者说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它是 它不是实体 这个有它的相似性在里面 但是不能够完全的画等号 因为我这个是纯精神上的 因为我从小在武汉长大 有些我的朋友现在是黑道的 然后也有些警察的朋友 但是我就请了一个武汉的十家警察 他手底下有一些黑道的专门做盗窃集团的 然后我跟他们谈条件 然后他们每天晚上出四到五个人 我们去踩点 他们有一辆车 当然这个车也是偷来的 然后在整个城市里面 就这么来回的逛 那个时候是最美好的 也是最浪漫的 因为一到了特别是冬天的子夜 一过 你就觉得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嘛 就我们几个人 在车上面 你就觉得你是这个城市的王子 你可以随意的去占领一个楼群 把它的字从楼上摔下来 拿的字就跑了 我们那段时间天天在干这种时候 几根尾岁数 很多大学的时候看那个AV 他 我挺喜欢那种长相的 就是挺瓜子的那种脸型 大眼睛 高鼻梁 然后我们的 当女朋友不在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作为替代品 但是他中国有点跟西方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 至少我们大学的时候 看AV的时候 是要被抓起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在 我们不敢在寝室里面看 都是特定的去一个人的家里 那个时候只有录像带 拿着他的录像带看 看着晚上回来就打飞机吧 我觉得他的梦想就是 就是对自己的梦想 不断地破灭掉自己的梦想 就是 如果是艺术的话 就艺术家的他的责任是 我忽然想不到一个就是 他用艺术的方式 总有一天杀死艺术的人 我是艺术